第二十七回 轩辕台前 两人正闹见 楼梯声响 是才随杨康下去的丐帮三长老又回了山 走到国华二人桌边行李里 居中那盖白白套套 留着一大层花白胡子 若飞身上千博百战 满然便是个大身世大财主的模样 他未言先笑 端帝是满脸春风 一团和气 说道 是才隐的姓鲁的花子 暗中向两位下了毒手 我等瞧不过眼 特来相救 郭靖黄荣都吃了一惊 急问 什么毒手 那盖道 那花子不肯与两位同喜饮食是不是 黄荣心中一领 问道 难道他在我们饮食中下了毒 那盖探道 也是我们帮重不细 除了这等奸诈之人 这花子下毒本领高明的劲 只要手指轻轻一弹 暗藏在指甲内的毒粉 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了韭菜 两位中毒医生 再过个半个时辰 就没法解救了 黄荣不细 说道 我两人跟他无怨无仇 他合一要下次毒手 那盖道 多半是两位言语中得罪了他 急速服此解药 方可又救 说着 从怀里取出一包药粉 分至两至酒杯之中 用酒冲了 要净容二人立即服下 黄荣刚才见杨康和他们 坐一路 以字起疑 岂肯只凭他三言两语 便贸然服药 便道 那位姓杨的相公和我们相识 请三位要台来一见如何 那盖道 那自然是要见的 只是那奸徒所下之毒 剧烈一场 两位素服解药 否则烟雾难至 黄荣道 三位好意极为感谢 且坐下恭迎几杯 想当年 丐帮乔峰乔帮主 在聚贤庄独占群雄 又以降龙二十八掌 在少林寺前 打得重魔头望风远段 燕门关前 逼迫契丹皇帝折剑为盟 不敢难期 真是何等英雄 他与红七公郭靖 同在明霞岛闸木阀之时 红七公常跟他说些帮中旧事 以免他日后做了帮主 与帮中大事一无所知 那乔峰帮主的英雄事件 便是那时听红七公说的 丐帮三老听他忽然说起帮中旧事 都敢诧异 心想凭他小小年纪 怎能知晓此事 黄荣又答 红帮主降龙十八掌 天下无双无对 不知三位学到了几掌 三盖脸上均线残色 那降龙十八掌 未蒙帮主传授一掌 反不及八代弟子离生 道德传授一招 神龙百尾 黄荣又答 刚才那位鲁长老虽说善于下毒 我瞧本事却也平常 上个月吸毒欧阳风 请我喝了三杯毒酒 那才有点门的 这两杯解毒酒 还是三位自己饮了吧 说着将两杯调有药粉的药酒 推到三盖面前 三盖微微变色 指他故意东拉西扯 不肯服药 那才入模样的长老笑道 姑娘既有建议之意 我能自然不便相强 这不过白费了我们的一番好意 我只需解破一事 姑娘自然信服 两位且瞧我眼光之中 有何一样 孤敬黄荣意其望的双目 只见他一对眼睛 嵌在圆鼓鼓一脸肥肉之中 只如两道细缝 但细缝中惊染有光 眼神清朗 荒荣心道 那有什么意义啊 左右不过似一对 亮晶晶的猪眼罢了 那该诱道 两位望着我的眼睛 千万不可分神 现下你们感到眼皮沉皱 头脑发晕 全身疲乏无力 这是中毒之下 那就闭上眼睛 睡吧 他说话和乐动听 竟有一股众人欲罪之意 静荣二人果决神圈眼困 全身无力 黄荣威决不妥 要想转头避开他眼光 可是一双眼睛 竟让他目光吸住了 不由自主地凝视着他 那该诱道 此间面临大呼 甚是清爽 两位就在这清风之中 酣睡一觉 睡吧 睡吧 舒服得安 静静地睡吧 他话声越来越如何好听 静荣二人不知不觉 哈欠连连 竟浮在桌上 沉沉睡去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二人迷迷糊糊中 只敢凉风吹拂 深有寒意 耳中隐隐似有波涛之声 睁开眼来 但见云雾中一轮朗月 刚从东边山后升起 两人这一惊飞小 是才大白天 在酒楼上饮酒 怎么转瞬之间 便已昏黑 昏昏沉沉中 待要站起 更警觉双手双脚 居已给绳索覆住 张口欲呼 口中却已栽了麻糊 只刺得口舌生疼 黄荣荔枝是着了那白胖乞丐的道 但他使了什么邪法 却难锁紧 一时间也不去多想 斜眼见郭靖躺在身边 正出力挣扎 先宽了一大半心 郭靖此时内力深厚 再坚韧的绳索 也会给他竖崩击断 哪知此刻他手脚运上了劲 身上绳索蒸蒸有声 竟纹丝不损 原来这绳索是以牛皮条 会以钢丝绞成 郭靖遇待在家内计 突然面上一两 一柄冰冷的剑锋 在自己脸颊上轻轻拍了两拍 转头横眼瞧去 见是四个青年乞丐 各执兵刃守在身边 只得不再挣扎 转头去瞧黄荣 黄荣定了定神 要先摸清周遭行事 再度脱身 侧过身来 更觉得呆了 发觉竟是置身于一个山峰之顶 月光下看得明白 四下都是湖水 青烟薄雾 笼罩着万幸避布 学校 原来我们也给擒到了洞庭湖中的军山顶上 怎的途中毫无知觉 再回过头来 见十余帐外有座高台 台州密密层层的围坐着数百名乞丐 个人寄然无声 一轮圆圆的明月 悬在远处天峰顶上 未到中天 他暗暗欣喜 啊 是了 今日七月十五 这正是丐帮大会 待会儿 我只需设法开口说话 传下师父号令 何臭重丐不服 过了两久 群盖人物动静 黄荣好生不耐 然不能动他 没由苦忍 再过半个时辰 他手脚不动 以微感酸麻 只见一盘兵轮 渐渐移至头顶 照亮了半边高台 黄荣心道 李太白时雨 淡扫明湖开玉镜 丹青化出世君山 他当日玩山赏月 何等自在 今夜景自相同 我和静哥哥 却给附在这里 真令人又好气 又好笑 月光缓移 照到台边三个大字 轩辕台 黄荣想起跌跌 讲述天下大江大湖的故事 曾说 相传皇帝与洞庭湖畔筑顶 顶城后 奇隆升天 想来 此台便是纪念这回事 过不多时 那高台已痊愈在昊月之中 呼听的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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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三声一停的响起 呼唤呼急 或高或低 颇有晕律 却是仲盖 各执一根小棒 敲击自己面前的山石 黄荣按数敲击之声 带数到九九八十一下 响声戛然而止 裙盖中站起四人 月光下桥都明白 正是路由角 与那静一派的三个长老 这丐帮四老走到悬园台四角战地 裙盖一起站起 插手当兄 攻身行礼 那白胖盖者带裙盖坐地 朗声说道 中卫兄弟 天祸丐帮 当真是天大的灾难 咱们红帮主 已在临安府归天了 一时裙盖鸦雀无声 突然一人张口大叫 扑倒在地 四下里裙盖垂胸顿足 嚎啕大哭 声震离木 从湖面上远远传了出去 郭靖大吃一惊 我们找寻不到师父 原来看到了人家 进而去世了 不禁涕泪交流 只口中栽了麻糊 哭不出声 黄荣却想 这胖子不是好东西 是邪法拿住我们 这人的话如何信的 他定是造谣 群盖思念红旗宫的恩义 各个大放悲声 鲁游角忽然叫道 鹏长老 帮主归天 是谁亲眼见到的 那白白胖胖的 鹏长老道 鲁长老 帮主他老人家 倘若尚在人世 谁吃了豹子胆老虎心 敢来咒他 亲眼见他老人家 归天之人 就在此处 杨相公 请您对众兄弟详细述说吧 人圈中战己一人 正是杨康 他手持绿竹杖 走到高台之前 群盖登石塑建 但低气污液之声 物质不止 杨康缓缓说道 红帮主 于一个月之前 在立安府跟人比武 受到围攻 不幸失手而死 群盖登石群情汹涌 纷纷叫嚷 仇人是谁 快说 快说 帮主如此神通 怎能失手 必是仇人大举围攻 咱们帮主落了个寡不敌众 郭靖听了杨康之言 由悲转怒 随即欣喜 心道 一个月之前 师父明明与我们在一起 原来他是胡说八道 黄荣却想 这小子是老骗子 九千任的入室弟子 学会了他那套 假传死讯的臭功夫 杨康双手伸出 带仲盖安静下来 这才说道 海思帮主的 是桃花岛岛主 东邪黄药师 和全真派的七个贼盗 黄药师久不离岛 仲盖知他名头者不读 全真妻子 却威名远真 这日能来军山附会的 在丐帮中均非泛泛之位 自然均之妻子之能 接下 黄药师与帮主齐名 在家全真妻子联手 帮主纵然武功卓绝 一人落了单 自飞弃敌 个个悲愤一场 有的破口大骂 有的嚷着历时 要去为帮主报仇 杨康当日听欧阳峰说起 洪七公给他以蛤蟆攻击伤 性命难保 他又道 郭靖已让自己在进宫中赐死 那只忽在约阳楼撞见 大惊之下 指使丐帮三长老设法将两人勤住 尽快害死 他想此事日久避泻 黄药师全真妻子江南六怪等 必找自己报仇 六怪武功不高 倒不如何惧怕 东邪和妻子却非同小可 便信口将杀害洪七公的祸端 轻轻放在他们头上 好将丐帮清朝而出 盼能将桃花倒计全真叫挑了 除了大患 群盖纷扰声中 东路剑长老站起身来 说道 众兄弟听我一言 此人须眉居易斑白 五短身材 四长老中年岁最大 一开口说话 众人历时禁忌无声 显示在丐帮中大有威望 只听他说道 眼下咱们有两件大事 第一届是尊从红帮主一命 风力本帮第十九代帮主 第二届是商量怎生给红帮主报仇血恩 群盖轰然称事 鲁游角却高声道 咱们现在祭奠老帮主的英零 在地下抓起一把泥土 随手捏成一个泥人 当作红旗公的灵下 放在轩辕台边上 伏地大哭 群盖大放悲声 黄荣心道 我师父好端端的又没死 你们这些臭叫花哭泣什么 你们没来犹大把金哥哥和我绑在这里 累得你们空伤心一场 这才就活该呢 仲盖豪哭了一阵 剑长老鸡掌三下 仲盖逐一收累之声 有人仍无业不止 剑长老道 本帮各路兄弟 今日在越州军山大会 本来为的是要听红帮主 指定他老人家的继承之人 现下老帮主既不信归切 就须得以老帮主一命而定 若无一命 便由本帮四位长老共同推举 这是本帮列祖列宗 世代相传的规矩 众位弟兄 诗也不诗 仲盖急声称事 彭长老道 仰相过 老帮主临终归天之时 有何一命 请你告知 奉利帮主是盖帮中的第一等大使 盖帮的兴衰成败 倒有一大半 取决于帮主是否有德有能 当年第十七代 十帮主昏庸懦弱 武功虽高 但处事不大 竟一派与无一派纷争不休 盖帮声势大帅 直至红旗公接任帮主 强行镇压两派不许内户 盖帮方得在江湖上重振凶风 这些旧事此日与会群盖 禁监知晓 事已一听到要锋利帮主 人人全身贯注 屏息无声 盐康双手执令律竹杖 高举过领 朗生说道 红帮主受奸人围攻 身受重伤 性命危在庆刻 在下路见不平 将他藏在射奸地窖之中 骗过群间 当即严请名医 悉心给红帮主诊治 忠因受伤太重 难以挽救 仲盖发出一片唏嘘之声 杨康停了片刻 又答 红帮主临终之时 将这逐杖相授 并在下接任第十九代帮主的重任 此言即出 仲盖无不耸动 万料不到 盖帮帮主的重任 竟会交托给如此一个公子哥模样之人 杨康在临安牛家村屈傻孤殿中 无意取得律竹杖 见胖兽二盖竟对己恭敬一场 他心向亚裔 一路上对二盖不露斑点口风 却远兜圈子 旁敲侧击的套问竹杖来历 二盖见他竹杖在手 便有问必答 知无不言言无不计 是以 未到越州 他与丐帮的内情已知晓了十之六七 只帮中言归 不得与外人道的机密 他既不知发问 二盖自也不提 他向丐帮声势雄大 帮主又具莫大权力 反正洪七公已死无对证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成绩自认的帮主 便可驱策帮中万千兄弟 他细细盘算 觉此季之中实无破绽 于是编了一套谎话 竟在大会中假传洪七公一命 意图自认帮主 他在丐帮数百名豪杰之士面前 侃侃而言脸不烧红 语无致志 明知这谎话若给揭穿 多半便让裙盖当场打成肉酱 但想自来成大事者 并需甘冒齐险 何况洪七公已死 绿竹杖在手 郭敬黄荣又已擒货 所冒凶险 其实也不如何重大 而一旦身为帮主 却又说不尽的好处 这丐帮万千帮助 正可作为他日富贵无极的踏脚石 静一派简鹏梁三长老 听了杨康之言 脸上均现欢容 丐帮相分静一乌一两半 静一派除身穿达满补丁的丐服之外 平时起居饮食与常人无异 尽可大鱼大肉 娶妻纳妾 这些人本来原是江湖上豪杰 或佩服丐帮的侠义行进 或想视丐帮为靠山 或与帮中弟子交好而入帮 其实并非真是乞丐 乌一派却是真正以行器为生 严守纪律 不得行使银权购物 不得与外人共捉而食 不得与不会武功之人动手 两派各执一端 争执不休 洪七公为是公正无私 第一年穿干净衣服 第二年穿污秽衣服 如此逐年轮换 对静一污衣两派各无偏颇 本来污衣行器方是丐帮的正宗本色 洪七公爱饮爱食 要他尽是向人乞讨 残庚冷饭冲击 却也难以办到 因此他自己也不能严守 污衣派的戒律 但在四大长老之中 他却对鲁油角最为倚重 若非鲁油角性子暴躁 曾几次坏了大事 洪七公早已指定他为帮主的继承人了 这次越州大会 静一派的仲概早就甚为忧虑 心想继承帮主的论到德操武功人瓦 十之八九非鲁油角莫属 而又以他最得洪帮主记住 何况帮中四大长老 虽有三人是静一派 中下层弟子却是巫一派占大多数 静一派三长老曾仇私猪般对付方策 但想到洪七公的威望 无人敢烧起异动之念 后来将杨康持足让来到越州 又听说洪七公已死 虽不免悲伤 却想正是压倒巫一派的良机 当下对杨康加以接纳 十分恭敬 探听七公的一命 杨康即是乖绝 直恐有变 对一命一劫绝口不提 直到在大会之中方式宣誓 静一派三长老明知自己无份 也不失望 只削鲁油角不认帮助 便随心愿 又想杨康年轻 必可诱他就范 何况他衣着华丽 实求精美 绝不会偏向巫一派 三人对望了一眼 各自点了给头 剑长老道 这位杨湘公所持的 确实本邦生物 众兄弟如有疑惑 请上前监视 鲁油角侧目行李杨康 心道 凭你这小子也配做帮主 统帅各路改帮中的兄弟 伸手接过竹吧 见那长碧绿经营 果是本邦帮主世代相传之物 心想 必是红帮主赶你相救之德 是一传的 老帮主既有一命 我被岂敢奔存 我当志弹主心的负担 我要做了红帮主 创下的基业 双手举杖过顶 恭恭敬敬地将主杖 闭环给他 朗生说道 我等遵从老帮主一命 奉扬相供 为本邦第十九代帮主 众概齐声欢呼 郭敬与黄荣 身不能动 口不能言 心中暗暗笑 郭敬心想 果然不出黄脑主所料 杨康胆敢贸任帮主 原来必定为祸不小 黄荣却想 这小子定然放我们二人不过 只得瞧他伞生发落 随机应变 杨康签道 在下年纪实切 无德无能 不能当此众位 鹏长老道 红帮主一命再次 杨相公不必过劝 众兄弟齐心辅佐 杨相公放心便是 鲁游角道 正是 咳嗽一声 一口浓潭向他迎面吐去 这一招大出杨康意料之外 竟没闪避 这口弹正好沾在右夹之上 他大吃一惊 正要贺问 简鹏良三个长老 一人一口唾沫 都吐在他身上 杨康按脚 我没修意 自己阴谋中尉四长老揭穿 只带转身飞逃 明知万难逃脱 总也胜于束手待毕 却见四长老双手交胸 拜扶在地 杨康恶然不解 一时说不出话来 裙盖一辈份大小 一个个上来 向他身上吐一口唾沫 然后各行帮中大礼 杨康惊喜焦急 暗暗撑起 难道像我吐谈 竟也算是公斤 他不知盖帮历来规矩 奉利帮主时 必须向帮主拓吐 盖花子四方乞讨 受万人轻武 没裙盖之长者 必得先受帮重之辱 其中食汗深意 黄荣墨的想起 当日在明霞岛上 洪七公相传帮主之位 曾在他一脚上吐了一口痰 其实只到是他重伤之后 无力拓吐 已知如此 却不知 竟是奉利帮主的礼节 近日那日 洪七公又道 他日中教话 正式向你参见 少不免 尚有一件肮脏事 哎 这可难为你了 此刻方知 师父怕他闲赃 就此不肯接帮主之位 是已瞒过了不说 好半天 裙盖里敬方毕 其呼 杨帮主请上轩辕台 杨康建的台也不甚高 有心卖弄本身 双族一点 飞升而上 姿势灵动 甚是美妙 他这一跃身发 虽佳 但四大长老武功上 各有精纯造诣 已都瞧出 他功夫华而不实 根基上前 他年纪甚轻 由此本领 显示曾得高人传授 也已算颇为难得 杨康登上轩辕台 朗声说道 害死老帮主的元凶 虽未曾辅助 可是两名帮凶 却已给我擒货在此 裙盖听了 又进阶哗然 大叫 在哪里 在哪里 快拿来乱遭粉饰 别一刀杀了 叫狗贼零碎受苦 顾静心道 又有什么帮凶给他擒货了 都要瞧瞧 杨康立声道 提到台前来 蓬堂老飞步走到 郭皇二人身边 一手一个提起了二人 走到台前 重重的往地下一摔 郭靖这才醒悟 心中骂道 好小子 原来是说我们 鲁油脚见是 金荣二人大吃一惊 忙道 急并帮主 这二人是老帮主的弟子 怎能加害师尊 杨康恨恨的道 正因如此 更加可恼 这二人欺世密族 罪大恶极 彭掌老道 杨帮主 七眼目睹 哪能有什么错 丐帮中的黎生和于兆兴二人 在宝英县相助程瑶家 险些命丧欧阳克手下 幸得郭靖黄荣大救 对他们既感又配 又知红旗公对这两个徒儿甚是喜爱 当即在人从中抢上前来 黎生叫道 骑兵帮主 这两位是侠义英雄 小子敢以性命相保 老帮主受害之事 绝于他们无干 于兆兴教道 这两位是好人 大大的好朋友 梁长老瞪目喝道 有话要你们长老来说 这里有你们插嘴的地方吗 黎鱼二人属于乌一派 由鲁游角改管 二人辈分教刺 不敢再说 气愤愤的退了下去 鲁游角道 非是小子胆敢不信帮主之言 只因这是本帮复仇血恨的大事 请帮主详下审讯 查明真相 杨康心中早有算计 说道 好 我就来问个明白 对金黄二人道 你们也不必答话 我说的对 那就点头 不对的 就摇头 若有半点气满 休怪刀剑无情 手一挥 彭梁二长老各抽兵刃 顶在静容二人背心 彭长老使剑 梁长老使刀 梁饼都是利器 黄荣怒急 脸色惨白 想起在牛家村隔壁 陆冠英向重谣家求婚时 点头摇头之时 当时何等风光以拟 金日落在自己头上 却受着尖途欺辱 又想自己对欧阳赫义 曾玩过这把戏 不料竟深受此报 虽在气恼之际 仍自思索如何在点头摇头之中 引起卤油脚的疑虑 使得他立如口头对答询问 只消有口能言 揭破杨康的肩谋 便非难事 杨康知道郭靖老师 异于愚怒 将他提起来放在一旁 大声问道 这女子是黄药师的亲生女儿 是不是 郭靖闭目不理 梁长老用刀在他背上一顶 喝道 是也不是 点头还是摇头 孤靖本带不理到底 转念一想 纵然我口不能言 总也有个是非曲致 便点了点头 群带认定黄药师是杀害了 红旗公的罪魁祸首 见他点头 轰然叫了起来 还问什么 快杀 快杀 快杀了这小贼 再去找老贼算账 杨康叫道 众兄弟且莫喧哗 待我再行问他 仲盖听到帮主吩咐 立时静了下来 杨康问郭靖道 黄药师将女儿许配给你 是吗 郭靖心想此事属实 又点了点头 杨康蔓腰在他身上一摸 拔出一柄金光药木的短剑 问道 这是权真妻子中的邱楚姬赠给你的 那邱老道还在短剑上刻了你的名字 是吗 郭靖点头 杨康又问 权真妻子中的马玉曾传过你功夫 王楚一曾救过你性命 你可不能抵赖 郭靖心道 我又何必抵赖 又点了点头 杨康道 红旗公红帮主当你们两个是好人 咱们把他的绝技相传是不是 郭靖点头 杨康再问 红老帮主受敌人暗算 身受重伤 你二人就在他老人家身旁 是吗 郭靖又点了点头 黄荣心下焦急 傻哥哥 不管他问的话对是不对 你总摇头 他就不得不让你说话了 仲改替杨康声音越来越严峻 郭靖却不住点头 直到他执认罪名 殊不知 这些问话语暗算红旗公之事 其实毫无干系 全是杨康奸济陷害 这时连卤油脚也对靖如恨之入鞄 走上前来 在郭靖身上重重踢了几脚 杨康叫道 众兄弟 这两个小贼道也爽快 那就免了他们再吃零碎骨头 帮连二位长老 快动手吧 郭靖与黄荣欺然对话 黄荣呼的一笑 心想 是我和靖哥哥死在一块 不是那个华正 这般死了倒也干净 反正前面也在落大雨 那也不用奔跑了 郭靖抬头看天 想起了远在大漠的母亲 年目北瓦 但见北斗七星熠熠升光 猛的心念一动 想起了全真七子与梅超风黄药师巨刀时的阵势 人道临死 心思特别敏锐 那天罡北斗阵法的攻守驱退 吞吐开河 磨得里清清楚楚的陷在墓前 彭梁二长老挺直刀剑走上前来正带下手 鲁游角突然抢上 挡在靖容二人身前 叫道 起住 取出郭剑口中蛮糊 问道 老帮主是在生被害的 你给我明明白白的说来 杨康忙道 不必问了 我都知道 鲁游角却道 帮主 咱们问得越子序越好 凡是与此事有关联的奸贼 不能放走了一个 杨康暗暗着急 心想给他一说明真相定然有变 但鲁游角的逼问理所该当 不便拦阻 当时额头渗出粒粒汗珠 哪只郭剑口中的麻糊碎给取了出来 他却仍不言不语 抬头凝望北方天空 呆呆出神 鲁游角连问数声 郭靖全没听见 原来他全身贯注 却在钻研天罡北斗镇的功夫 本来他受杨康诬陷 此刻已是他和黄荣的生死关头 口中麻糊得托 正可自辩 但他生性殊不机密 一副心思全用于武学 此时正当专心致志 如痴如狂的境界 哪里还来理睬 鲁游角的说话 黄荣与杨康见他 竟不成此良机自变 都惊异万分 只是一个暗悲 一个暗喜 心境自是迥异 杨康一挥手 彭良二人举起刀剑 呼听的痴痴声响 一道紫色光焰掠过湖面 彭良二人恶然回顾 又见两道蓝色光焰冲天而起 这光焰离军山于柳树里 发自呼心 剑长老道 帮主 有贵客到了 杨康一惊 问道 是谁 剑长老道 铁掌帮帮主 杨康不知铁掌帮的来历 问道 铁掌帮 剑长老道 这是惊呼的大帮会 他们帮主 前来拜山 须得好好接待 贵宾驾铃 咱们不便处置叛徒 否则须不好看 这两个小贼 待会发落不迟 杨康道 也好 就请剑长老 严接兵客 剑长老传令下去 砰砰砰三响 军山岛上 灯石飞起三道红色火箭 过不多时 来船靠岸 群盖点亮火把 起力相迎 那宣言台 是在居山之顶 从山脚至山顶上 有好一段路 来客虽然军聚亲功 也过半赏方道 静荣二人 给带入人从之中 有鹏张老命弟子看管 黄荣打量郭静 见他神色呆滞 抬头望天 喃喃不停的 不知在说些什么 心下诧异 料来 他大受冤屈 神志有些糊涂了 心下 不管来的是什么人 总有了可乘之机 郑自寻思 见来客一道 火把照耀下 数十名黑衣人 拥着一个老者 来这台前 这老者身披 黄格短衫 守灰菩萨 不是求千认是谁 黄荣又好气又好笑 却又大为失望 这人前来 绝不会有什么好事 剑长老迎上前去 说了一番江湖套语 神态极为恭敬 然后给杨康引荐 说道 这位是铁壤水上飘 求老帮主 神掌无敌 为朕当之 比邦洪老帮主 不幸在林安府逝世 这一位是比邦 今日新接任的杨帮主 少年英雄 两位多亲近亲近 杨康在太湖归云庄上 曾亲眼见到 求千认出手漏乖 心中好声瞧他不起 暗想这个大骗子 原来还是什么帮会的帮主 心念一动 假装不实 笑他 幸会幸会 伸出手去和他拉手 双掌相握 杨康力将全身之力 运到手上 存心要捏得他 呼痛叫饶 心想 人人信你武功卓绝 却要将你栽在我的手里 这真是天赐良机 正好尽你这老二 让我在重盖之前 事武立威 哪知他刚一用尽 掌心力感 烫热无比 有此握到了一块红炭 急忙撤手 手掌却以为 对方牢牢抓住 这股烫热宛如 直烧到了心里 忍不住大叫 哎哟 当时脸色惨白 双肋直流 痛得弯下腰去 机遇晕倒 丐帮四大长老 剑撞大惊 一起抢上护齿 剑长老是四长老之手 将手中钢杖 在山石上一顿 争得一响 火花四尽 怒道 求少帮主 你远来是客 我们杨帮主年纪轻着 你怎能考教 其他功夫来着 求先认冷冷的道 我好好跟他拉手 是贵帮帮主 先来考教老朽啊 杨帮主存心又捏碎 我这几根老骨头 他口中说着话 手上丝毫不松 说一句 杨康哀呦一声 等他这几句话说完 杨康声音微弱 已痛得晕了过去 求先认松手外挥 杨康知觉一时直跌出去 卢有脚盲 抢上扶住 剑长老怒道 求老帮主 你你这是什么用意 简直岂有此理 求先认哼了一声 左掌向他脸上拍去 剑长老举起钢杖挡戈 求先认变招极快 左手下压 已抓入钢杖杖头 他掌员辅助杖头 尚未抓紧 已向礼夺 剑长老武功书非凡凡 一惊之下抓杖不放 求先认竟没将杖夺到 右掌四风呼得向左横扫 当得一声 激在钢杖腰里 剑长老双手虎口阵立 鲜血长流 再也把持不住 钢杖给他夺了过去 求先认横杖反挑 同时下开 彭良二老的刀线 收杖之际 右掌城市撞向 鲁油脚面门 片刻之间 便将丐帮四老进阶逼开 群盖相顾骇然 歌曲兵刃 只待帮助号令 就要拥上与铁掌帮拼 他不断动 求先认左手抓住 钢杖杖头 双手使劲直出 钢杖飞向空中 急向对面山石射去 争的一声俱响 杖头直插入山石 钢石相机之声 良久方形 他显了这手功夫 裙盖固然静服 黄荣更加害意 这老儿明明是个没本事的大骗子 怎能呼得变得如此厉害 多半是他跟杨康 简长老串通了 又搞什么诡计 这钢杖中必有古怪 头顶月光照耀 四周火把相衬 瞧得明白 这人的确便是 龟云庄牛家村两地 所建的裘千人 他转头向郭靖交去 见他仍仰手上罢 在这紧急当口 竟然戏观天下 难道惊怒交集之下 当真失心疯了 还是为了华正的婚事 与自己的情爱 难以自解 静而心智失常 何况他并非赏月 而是看星 当真莫名其妙 他关心郭靖 也不再去想 邱千人玩的是什么把劲 一双妙目 只瞧着郭靖的身体 邱千人冷然道 铁掌帮跟贵帮 素来河水不犯井水 闻得贵帮接着大会军山 在下好意前来拜会 贵帮帮主和姨一见面 就给在下来个瞎马威 剑长老为他威势所舍 心存畏惧 听他言语中敌意不住 忙道 那是囚老帮主误会了 老帮主威震四海 我们素来十分敬讶 今日呈囚老帮主光临 比帮上下全感荣装 大家只有结成欢迎 绝无不敬之意 囚千人昂首不达 神色间娇气逼人 过了良久方道 我们老帮主不幸先去了 天下英雄又弱一个 可惜啊 可惜 鬼帮风里这样一位新帮主 可叹呐 可叹 此时杨康已然苏醒 听他当面激讽 却敢怒而不敢言 但觉右掌仍如火烧至 五根手指已肿得如我之山药一般 该帮四掌老面面相去 不知如何接口 求先认道 老夫今日拜会 有一桩事要向贵帮请教 此外另有一份重力奉献 剑长老道 不敢 但请求老帮主示下 求先认道 前几日 碧帮有几位兄弟 负老夫之命出爱办事 不知怎声惹恼了贵帮两位朋友 将他们大的重伤 碧帮兄弟徐一不经 原本没话说 江湖上传扬开来 铁掌帮这个脸却丢不起 老夫不识好歹 要领教领教 贵帮两位朋友的手段 杨康对盖帮兄弟 原无丝毫爱护之心 岂能为了两名帮仲 而再得罪于他 说道 是谁擅自惹事 跟铁掌帮的朋友动过手了 快出来向求老帮主赔罪 盖帮自洪七公接掌帮主以来 在江湖上从没试过半点威风 现下洪七公一死 新帮主竟如此懦弱 君盖听了他这几句言语 无不愤恨难辟 黎生和宇兆兴又从任聪中出来 走上初步 黎生朗声道 极禀帮助 本帮帮规第四条言明 凡我帮助 须得行侠仗义 福苦救纳 前日我们二人露见铁掌帮的朋友 欺压良民 更要掳掠良家妇女 我二人忍耐不住 是以出头阻止 动起手来 伤了铁掌帮的朋友 杨康大声道 不管怎样 还是向求老帮主赔罪吧 黎生和于兆兴对望一眼 气愤填膺 若不赔罪 那是为了帮主之命 若去赔罪 这口气实事难言 黎生大声叫道 众位兄弟 要是老帮主在世 绝不能让咱们丢着个脸 这只小弟 临死不如 从国腿中抽抽一把短刀 一刀插在自己心里 立时弃绝 于兆星扑上去 抢过短刀 在自己胸口也是一刀 死在黎生身上 仲盖剑二人 不肯受辱而自吻 群情汹涌 只盖帮帮规即言 若无帮主号令 谁也不敢有神异动 九千任淡淡一笑 道 这件事如此了结 道也爽快 现下我要给贵帮 送一批礼物 左手一挥 他身后数十名黑衣大汉 打开袭来的香笼 个人手捧一盘 弓身放在杨康身边 盘中金光灿然 尽是金银珠宝之数 仲盖见他们突然拿出金珠 更是诧异 九千任道 铁掌帮虽然有口饭吃 可拿不出这等重礼 这份礼物是大金国赵王爷 托老夫转送的 杨康又惊又喜 忙问 赵王爷他在哪里 我要见他 九千任道 这是数月之前赵王爷柴人 送到必处的 命老夫有话转告贵帮 杨康恩了一声 心道 那是爹爹南下之前安排下的 绝不知他松礼给这批药花做甚 周千任道 赵王爷敬慕贵帮英雄 特命老夫亲自来谢礼天啊 杨康心人道 有劳老帮主跪步 何以客当 周千任笑道 杨帮主年纪虽轻 到青铜达里 远胜于红帮主了 杨康在燕京时 未曾听说 完影哄烈 要跟丐帮打什么交道 此时 急欲知道他用意 问道 不知赵王爷 对必夸有何拆遣 要请老帮主示下 求千任笑道 拆遣二字 绝不能提 赵王爷 只对老夫顺便说起 言道 北边地级民品 南斩君族 杨康接口道 赵王爷是要我们 移到南方来 求千任笑道 杨帮主聪明知己 是在老夫时事实际 赵王爷言道 江南湖广 地暖民富 改帮众兄弟 何不南下西马 这可胜过 在北边苦寒之地多多了 杨康笑道 夺成赵王爷 与老帮主每一支店 在下自当遵从 求千任想不到 对方竟一口大雨 脸上毫无难色 倒也泼出意料之外 转念一想 料来此人年轻懦弱 是才给自己铁掌一捏之下 痛得死去活来 心中怕急 此刻自己不论说什么 他都不敢有丝毫违抗 但丐帮在北方根深底固 岂能说撤便撤 事后裙盖记忆 势必反悔 许当敲钉转脚 让丐帮将来无法反口 于是说道 大丈夫一言而绝 杨帮主今日亲口大约 丐帮众兄弟撤过大疆 今后不再给反他了 杨康正欲答应 鲁游角呼道 启禀帮主 咱们行器为生 要尽诸何用 再说 我帮帮众数十万 足迹变天下 岂能受人所限 还请帮助三思 杨康这时已然明白 启言弘烈的心意 他早知丐帮在江北向南 与激人为敌 诸多撤中 金兵每次南下 丐帮必在金兵后方饶 或刺杀将领 或焚烧粮食 若将丐帮人众难撤 自然大力金人难征 于是说道 这是求老帮主的一番美意 咱们倘若不收 倒显得不公了 金主宝物 我不要分 四位长老 待会儿谨述表分 与众兄弟吧 鲁游角急道 咱们红老帮主 号称北盖 天下接吻 北边基业 岂能轻易舍却 我帮忠义报国 事事与金人为仇 金人送的礼物 绝不能收 撤过长江 更加万万不可 杨康勃然变色 争语答话 彭长老笑道 陆长老 我帮大事是绝于帮主 不是绝于你吧 陆游角领人道 若要忘了忠义之心 属下宁死不从 杨康问道 建梁鹏三位长老 你们质疑如何 见梁二长老 质疑未答 军决 丐帮撤过长江之举 颇为不妥 彭长老却大声道 但凭帮主吩咐 属下其甘有为 杨康道 好 把月初一起 我帮撤向江南 此言一出 群盖中倒有一大半 鼓噪起来 杨康见重盖喧嚷 一时不知所措 见鹏梁三老大声喝止 但鼓噪的皆是 巫医派群干 对三老都不加理会 鹏长老喝道 鲁长老 你要背叛帮主不成 鲁游角礼人道 纵然牵刀分尸 我也不敢欺尊灭长 背叛帮主 只是我帮列祖列宗一去 鲁游角更加不敢背弃 金人欺我江山 杀我同胞 是我大宋死敌 公老帮主平日对咱们说什么话来 解梁二长老垂头不语 心中颇有悔意 球签刃剑形势不佳 若不将鲁游角置住 只怕此行难有成就 当下冷笑一声 对杨康道 杨帮主 这位鲁长老 把握得紧的 一语方霸 双手爆发 蒙往鲁游角肩上那去 鲁游角当他冷笑之时 已有防备 只他手掌厉害 不敢应激 猛得离身形极矮 已从他胯下钻过 腰位伸直 呼呼呼三脚 往臀上踢去 他名字叫鲁游角 这腿上功夫 果然甚是了得 出足快捷无伦 球签认见他忽从自己胯下钻过 心想此人招数好怪 觉得身后风响 忙回掌力拍 鲁游角第三脚 若将精力十足 远可踢中他后臀 但如为对方铁掌击中 自己足径却也经受不起 脚到中途 硬生生收转 一个筋子从他身旁翻过 突然一口浓弹 向球签认脸上吐去 球签认侧头臂股 见他怪招摆出 不觉一正 杨康贺道 鲁长老不得对跪口里 鲁游角听的帮主呼吓 退了两步 球签认却毫不容情 双手游四两把铁钳 往他咽喉饿来 鲁游角暗暗心惊 翻身后退 只听着敌人黑的一声 自己双手已落入他掌握之中 鲁游角身经百战 虽败不乱 用力上提 没能将敌人身子挪动 力使一个头锤往他肚上撞去 他自小练就铜锤铁头之功 一头能在墙上撞个窟窿 某次与丐帮兄弟赌散和一头大骨牛角力 两头相撞 他脑袋丝毫无损 骨牛却晕了过去 线下这一撞 纵然不能伤了敌人 但双手必可拖出他掌握 哪只头顶刚与敌人杜甫相亲 力决相处处柔弱无误 晚似撞入了一堆棉花之中 心知不妙 急忙后缩 敌人的杜甫竟也跟随过来 鲁游角出力挣扎 鲁千任的肚皮却似有极大犀利 牢牢将他脑袋吸住 惊慌中只觉脑门渐渐发烫 同时双手一丝落入了一只熔炉之中 记痛且热 鲁千任喝道 你服了吗 鲁游角骂道 臭奸贼 服你什么 鲁千任左手用尽咯咯几声 将他右手五指指骨紧束捏断 再问 服了吗 鲁游角又骂 臭奸贼 服你什么 咯咯几响 左手指骨右端 他疼得神志迷糊 口中却仍骂声不绝 鲁千任道 我肚皮使劲 把你脑袋也压扁了 瞧你还骂不骂 雨声未闭 盖军中呼得跃起一人 身高绑阔 正是郭静 只见他大踏步走到鲁游角身后 高举右掌 在他后臀啪啪啪连打三下 清脆可闻 这三下虽打在鲁游角后臀之上 球千任直觉一股力道 从鲁游角头顶传向自己肚腹 腾腾腾连撞三下 这三下一撞重死一撞 灯石将肚上的吸力紧速化解 鲁游角陡然觉得头顶一松 盲站直身子 但双手仍给对方紧默不放 郭静叫道 你不是球老前辈对手 走开吧 左脚高提横扫 正好踢在他肩头 这一腿仍和视材一般 着力之处虽在他身上 受力之脸却传到了球千任双臂 球千任淡敢虎口俱阵 抓紧对方的掌力不由自主的松了 鲁游角得此良机 借着郭静这一腿之力 斜力窜出 只头顶被吸得久了 一阵天旋地转 站立不稳 倒在地下 球千任接郭静漏了这三掌一腿 不由的暗金 此人小小年纪 居然有格物传金的本事 想不到丐帮之中还有这当人物 谨守门户 并不抢先进攻 裙盖却不明就里 先前早认定郭静是杀害帮主的帮凶 又见鲁游角围的踢道 大声呼喊 纷纷涌上 郭静本来手足为钢丝和牛皮条 绞成的绳索牢牢附住 丝毫动弹不得 一直在仰观北斗 前司全真妻子当日在牛家村所使的阵法 再和记得滚瓜烂熟的九阴真经经文 反复参照 许多疑难不明之处 一步步的在心中出现了解答 旧阴真经为前辈高人自道藏中所悟 与满玉所传的全真派道家内功 全真妻子的天罡北斗阵皆一脉相通 只不过更为高深奥妙而已 然郭静悟心实在太差 文理又不渗通 对真经经文领会有限 事后细思始终悟不到体见的关联 此时见到天上北斗 这才隐隐约约的想到了 当求千任与杨康 简长老鲁油脚等人一问一答之际 他正全神思考真经中下卷中所述的收金缩骨法 这缩骨法的最下诚功夫是鼠窃狗道的打动穿鱼之术 但炼到上诚 却能将全身筋骨缩成极小的一团 就如刺猬剑猪之术御敌蜷缩一般 郭静在明侠岛上遵红七公之主 骑手席练一金断骨章 此时已有小成 根底济家已经依法实为 不知不觉间就将手脚上束缚的绳索卸去 他伸手之灵活 是胜于头脑十倍 绳索虽已泄脱 心中物质不明白 何以得能如此 彭长老本站在台前 忽见他托付而出 吃惊飞脚 身臂一把抓去没抓住 但见地下空于一团绳索 仍牢牢的互相勾结 而覆着的人 却如一条泥铸般已划了出去 但要上前追赶 只见他已将鲁油脚救出 彭长老心想 挺身上前未必能讨得要好去 口中大呼 拿住这小贼 双族却定在地下不动 郭靖给付得久了 甚是气愤 体念黄荣心意 只是他小孩脾气 必然恼怒更甚 虽致群盖受杨康其蒙 并非有意与自己为敌 但见众人高呼功来 心道 今日不好好打你们一顿 难消荣而胸中之气 有心要试试刚好想通的天罡北斗阵法 双臂一阵 足下已踏定了天权之位 但见六七名丐帮帮众同时从前后左右扑倒 郭靖双足挺立 宁如山月 左臂横在胸前 先道的三名帮众伸手往他臂上抓去 郭靖横臂不动 片刻间又有数人攻杀 郭靖抖人肩抽回手臂 滴溜溜的转了个圈子 在该帮这几人后心及时手脚 或推其背或撞其腰 又或提其屁股 只听哎呦阿妖贼斯鸟一连串叫喊 六七人跌成一团 郭靖心下欢喜 这法子果然是的 回过身来 正要去抓杨康跟他算账 月光下见两名乞丐扑向黄蓉 只怕他受了伤害 相距既远救援不及 身上又无暗器 情急之下 玩腰除下脚上一对布鞋支挥出去 这计策本来他也万万想不出来 但听江南六怪述说 当年在法华四大战的情形 二师傅朱聪曾除鞋投掷秋楚基 便也学上一手 那两名乞丐 唯恐黄蓉也与郭靖一般脱身 各执兵刃 要将他急刑杀了 好为老帮主报仇 刚奔到黄蓉身前 兵刃伤未举起 呼觉身后风声俊极 有物飞制而至 知道有人暗算 一个武功较高 急忙转身 郭靖的鞋子正好打中在胸口 另一个未及回身 鞋子已到 打中背心 布鞋虽柔软轻飘 但给郭靖运上了内力 劲道不小 两人力脚不住 一个仰蝶 一个俯冲 同时摔倒 彭张老站的较劲 见郭靖以布鞋打人 竟也如此刚猛伶俐 更加惊惧 忙退开术朴 郭靖挥手 推开三名丐帮帮众 急奔到黄蓉身旁 俯身去解他身上绳索 只解开一个结 已有数十名帮众涌到 郭靖索性坐在地下 就学秋楚姬 王楚仪等人 以天罡北斗阵御敌之法 指身右掌迎战 将黄蓉放上双膝 左手慢慢解开绳结 他曾得周伯通 传授双手互搏 一心二用之术 这时 左手解锁 右手迎敌 丝毫不见局促 不到一盏茶时分 靖蓉二人身周 已重重叠叠的 围了成百名帮众 后面的人别说出手 连郭靖的身子 也望不到一眼 郭靖指引 单掌防卫 始终不失反击 直到将黄蓉手脚上的绳索 尽数解开 又取出他口中麻糊 带道 龙儿 你没什么伤痛吧 黄蓉侧卧在他膝上 却不起身 说道 就是浑身酸麻 倒没受伤 郭靖道 好 你躺着歇一会儿 瞧我给你出气 两个人一个坐地 一个高卧 竟将四周冰刃乱响 高声喧哗的裙盖 视若无误 黄蓉笑道 你动手吧 只是别当真伤了我的徒子徒孙 郭靖道 我理会道 左掌轻轻抚摸他的一头绣发 右掌呼的发劲 砰砰砰三响 三名帮众从人群头顶飞了出去 群盖一阵大乱 又有四人给他一掌力甩出 只听人群中有人叫道 众兄弟退开 让八代弟子对付两名小贼 正是简长老的声音 群盖听到号令纷纷散开 静荣山旁只余下三人 另有五人从后墙上 八人分战四周 这八盖背后都背负八只麻袋 是丐帮中仅次于四大长老的人物 每人均统帅一路帮助 那接引阳康的胖兽二代 意在其内 八代弟子原共九人 离生自吻而死 就只剩下八人了 郭靖知道幕下对手虽减 但军事高手 正与站起 黄荣低声道 坐着打 你对付得了 郭靖心想 八人齐上倒不亦敌打 须得先打倒几个 认得胖兽二代 是从牛家村 接引阳康来死之人 左手抓起 从黄荣身上解起来的钢丝牛皮锁 一招断镜盘打 着地扫去 这是马王神韩宝鞠 当年所授金龙边法中的一招 边法随同 他功力大尽之后 始将出来 便威力倍增 胖兽二代 见钢索扫道 盲纵身跃及闪避 估近五栋钢索 划成一道锁墙 挡在前左后三方 却将右面流出空隙 这破绽正在胖兽二盖身前 其余六盖却禁为钢索阻住 急切间攻不进去 二盖剑有机可乘 立即扑上 只听着剑长老急叫 攻不到 为时已然不及 郭靖掌距如风 啪啪两掌 分别击在二盖肩头 二盖身不由主的 急飞而出 撞向铁掌帮的一众黑衣汉子 二盖受力虽统 但二人肥瘦有别 分量悬殊 重得飞出远 轻得跌得近 砰砰两下 撞倒了两名黑衣汉子 囚仙人园在一旁袖手旁观 见二盖飞踢而出 也不以为意 但听到相撞之声 却不由得一惊 心道 我们的人非死必杀 抢上前去 只见胖兽二盖 以一跃站起 并无损伤 铁掌帮的两名帮众 决一给撞的金蛇骨断 爬在地下 囚签认大怒 刚一回头 只听身后风响 又有两名盖帮的八代弟子 给郭靖以掌力甩了出来 囚签认知道 郭靖所使的这格物传进之力 远重近轻 盖帮弟子亲寿者小 让他们撞着的寿力却重 回避将一盖 往无人处协力推去 随即双掌并拢呼的一声 往另一盖背心寄去 这一击是他赖以成名的铁掌功夫 如胜过郭靖掌力 便不但抵消来历 还能以余力重创纳干 否则自己纵不受伤 也会给急着跌倒或是后退 盖帮三老和黄荣 知他这双掌一击 是正面和郭靖的掌力比拼 胜负之术 关系非小 巨兜宁神注视 但见他双掌发出 那八代弟子道飞仗许 轻轻巧巧的落在地下 待了一待 转身又向郭靖奔去 竟丝毫没受伤 这一来 盖帮三老君之 郭靖与求切刃的功力 大致在伯仲之间 虽郭靖稍有不及 却也相差不远 黄荣更敢惊议 这老骗子功夫甚是寻常 怎能抵得住 靖哥哥这一掌之力 这可是应接应驾的真本事 万万不能失神鬼欲伎俩 求切刃右手一挥 约束铁掌帮诸人退后 丐帮八代弟子的武功 执于尹志平杨康之手相入 郭靖一起手就击倒了四人 随有一人回来重入战团 郭靖将降龙十八掌 与天罡北斗阵配在一起 以威猛之势 既以灵动之变 这武盖怎抵挡得住 若非郭靖瞧在师父和黄荣分上 早将武盖打得非死其上 只斗了十余招 又以掌力震倒二代 余下三盖转身欲逃 郭靖左手钢索挥起 卷住二人足踝 扯到身旁 黄荣道 绑住了 郭靖抄起钢索 将两人手足反复在一起 黄荣见他大获全胜 既精且喜 心想擒获自己的是 那满脸笑容的彭长老 记得师父曾说过 江湖上有一门射心之术 能使人忽然睡去 受人任意摆布 毫无反抗之力 想来 这彭长老所用的 正是这门邪数 问道 靖哥哥 九阴真经中 宰得有什么射心法吗 郭靖道 没有 黄荣好生失望 低声道 地方的笑脸恶概 目与他眼光相接 郭靖点头道 我正要狠狠打着家伙一顿出气 说着 扶了黄荣被挤 两人一起站起 郭靖顿视杨康 大踏步向他走去 杨康当郭靖大展身 为力斗裙盖之计 椅子坠坠 只盼群盖以多为胜 将他制服 哪知群盖逐一败退 郭靖却向自己逼来 只要给他迫近身来 哪里还有命在 情急之下 高声叫道 四位长老 咱们这里无数英雄好汉 岂能任由这小贼猖狂 嘴里喊得急 脚下也不慢了 忙退到剑长老身后 剑长老回手低声道 帮主放心 咱们用车轮杖 困死小贼 提高了嗓子教导 八代弟子 不兼毙阵 一名八代盖手 应声而出 带头十多名帮众 排成前后两列 个人手臂相满 十六七人 结成一堵人枪兼毙 发一声喊 同时低头 向郭荣二人猛冲过去 黄荣叫声 哎哟 闪身向左越开 郭靖向右绕过 东西两边又有两排帮众冲来 郭靖见裙盖战法怪异 带着人强冲进 进步退避 双掌突发 往人强中心一盖身上推去 他掌力虽强 但这尖臂阵和十余人的体重 再加上急冲之势 哪里推挪得开 尖臂中心受力 微微一顿 两翼便急包抄上来 郭靖一个亮相 险些围着距离撞倒 急忙跃起 从人强之顶窜窝 身子尚未落地 只叫得生苦 迎面又是一堵 帮众列城的人强冲倒 忙吸口气 又足点地 又从众人头上越过 哪知那些人强一堵 接着一堵 竟死无穷无尽 肩队方过 立即转坐后队 翻翻滚滚 便如巨轮般碾将过来 郭靖武功再强 终究寡不敌众 至此已成束手待赴之事 黄荣身法灵动 纵越功夫也高过郭靖 但时刻烧酒 一对对的移动 巨壁越来越多 巨壁奔窜之际 剑感心跳气喘 东闪西躲了一阵 竟与郭靖会在一起 渐渐得逼向山峰一脚 黄荣心念一动 叫道 靖哥哥 退向崖边 郭靖听了 一时尚未领会 但一言退向悬崖 眼见离崖边 只于五六尺之力 带帮的尖臂 竟停步不冲 郭靖恍然懂了 啊 下面是身骨 冲过去收不住脚 不跌死才怪 向黄荣望了一眼 刚要但他聪明 但见他脸上突然忧色 只见一堵 又厚又宽的人墙 缓缓移动 这番不是猛冲 却是要慢慢将二人挤入身骨 同时 成百人前后连城的十余列 再也纵越不过 郭靖在蒙古之时 曾与马玉完完上落悬崖 这君山之崖 远不及大漠中悬崖的高血 眼见人墙渐进 叫道 荣儿 你扶在我背上 咱们下去 黄荣叹道 不成啊 他们会用大石头投掷 那是死路一条 郭靖彷徨无济 不知如何 在这生死悬穴一发之际 忽然想起了九阴真经上个卷中的一段文字 说道 荣儿 真经中有一段叫做遗魂大法 只怕跟你说的什么射心法差不多 好 咱们跟他们劈了 要摔吗 大家一起下去 黄荣叹道 这些都是师父手下的好兄弟 咱们多刹花子又又何意 郭靖突然双臂直伸抱起他身子 低声道 快逃 在他夹上亲了一亲 奋起平生之力 将他向轩辕台上置去 黄荣只觉犹如腾云驾雾般 从数百人的头顶飞过 知道郭靖要独挡群盖 好让自己诚细逃走 双膝微弯 轻轻落在台上 心中又酸又苦 却见杨康正字得意洋洋的站在台脚 直手画脚呼喝督战 这两机岂能错过 足位站定 合身向前扑出 左手手指已搭入绿竹杖的杖头 杨康陡然见他犹如飞将军般 从前而降 猛吃一惊 举杖待机 黄荣右手时钟二指 梳指他的双目 同时左足翻起 已将竹杖压住 杨康武功本就不及黄荣 而他这一招又是 红七公所受打狗棒法中的绝招 嗷口夺霸 倘若竹棒为高手敌人夺训 只要失出此招 立时夺回 百发百中 即使武功高出杨康数倍之人 遇上这招 也绝保不住手中肝棒 黄荣夺杖施主 取木士兵 却因手法过快 手指静一戳的杨康眼珠剧痛 好一阵眼睛发黑 杨康未保眼珠 只得松手放开竹杖 随即跃下高台 黄荣双手高举竹杖 运气内力 朗声叫道 红帮主兵为归天 全是监徒造谣 带帮众兄弟立即把手停步 群干一清 进阶恶然 此事来得太过突兀 难以相信 但乐文喜讯 物音噩耗 原是人情之常 当下人人回首望着高台 黄荣又运内力高叫 众兄弟过来 红帮主平安大吉 正在大吃大喝 每天吃三只叫花鸡 杨康眼睛污子疼痛 耳中却听得清楚 在台下也高声叫道 我是帮主 众兄弟听我号令 快把那男贼挤下牙去 再来捉拿着胡说八道的女贼 盖帮帮众 对帮主奉若神明 总有天大之士 对帮主号令也绝不敢不尊 听到杨康号令 当即发一声喊 踏步向前 但像洪老帮主 爱吃叫花鸡 绝非虚假 虽然每天三只似乎太多 忙乱之中 倒也信了三分 黄荣教导 大家瞧明白了 帮主的打狗棒在我手中 我是丐帮帮主 群盖一正 帮主打狗棒为人夺去之事 实事从所未闻 犹豫之间又各听不 黄荣教导 我丐帮纵横天下 今日缺给人赶上门来欺悟 黎生于照星两位兄弟给人逼死 鲁长老身受重伤 那是为了什么缘故 群盖激动义愤 倒有半数回头过来 听他说话 黄荣又道 只因这姓杨的奸贼 与铁长帮勾结串通 造谣说洪老帮主是事 你们可知这姓杨的是谁 群盖纷纷叫道 是谁 快说快说 有的去的 莫听着女贼言语 乱了心意 众人七嘴八舌 莫中一事 黄荣教导 这人不是姓杨 他姓完颜 是大金国赵王爷的儿子 他是存心来灭咱们大宋来着 群盖拒个恶人 却无人肯信 黄荣许子 这事一时之间 难以叫众人相信 以毒攻毒 且栽他一脏 探手入怀 一摸怀中个物 幸好未被搜去 当即掏出那日 朱聪从球千刃身上偷来的铁杖 高高举起 叫道 我刚才从这姓满炎的奸贼手中 抢来这东西 大家瞧瞧 那是什么 仲盖和轩缘台相距远了 月光下瞧不明白 好奇欣喜 纷纷涌到台边 有人叫了起来 这是铁杖帮的铁杖令啊 怎么会在他手里 黄荣大声道 是啊 他是铁杖帮的机器 身上自然带了这标记 盖帮在北方行下仗义 已有数百年 为什么这姓杨的 擅自答应车向江南 杨康在台下听得脸如死灰 右手一扬 两枚钢锥直向黄荣胸口射去 他相距寂静 出手又快 但见两道荧光击射而至 黄荣未加理会 丐帮中已有十余人齐声高呼 留神案去 小心了 哎呦不好 两枚钢锥在软尾甲上一碰 睁睁两声跌落台上 黄荣叫道 喂 杨康 你若非做贼心虚 何以用暗器伤亡 寻盖见暗器竟伤涛不得 更加害意万壮 纷纷议论 到底谁是谁为 红帮主真的没死吗 人人脸上均现黄霍之刺 一起望着四大长老 邀请他们做主 仲盖排成的兼臂早已散乱 郭靖从人从中大踏步走到台边 也无人理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